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好 来 现在开始提问 尊敬的郭老师晚上好 好 我叫李可卿 来自两年至一年级的学院 今天我想向郭老师提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几天利用服务课时间 以归零的心态 重新温习了道法自然事实本外的课程 意识从此图也深入地去看 深入地了解到了 人怎么样从一体的世界 落入到四分五略的世界 第一遍学习心灵成长事实本外 总觉得自己证悟到了一体意识 随着心灵觉知的开发 之前是在麻痹自己 自己还是在角色层次与自我层次 飘忽不定 如何让自己一层一层的界线 淡化掉 做到不再反弹 逐步提升上来 第二个问题是 请郭老师详细解析一下能观与所观的含义 感恩郭老师 能观与所观 能就是主体 我们现在用一般人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个语言来讲 能就是主体 主动 能做什么 观 它是被观察的风景目标对象 就好像你到西湖或是到千岛湖去观光 看风景 游客是能够看风景的人 那些山水 它是被看的境界 被游客所观察的境界风景 所以游客是主体 是能观的主体 风景是被观的 被观看的对象 这就是所谓的能观所观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好 那你前面的问题主要是要问什么 就是 这几天在服务课期间 也重新 以归零的心态 温习了道法自然 事实本外的课程 意识 层次图也深入地去看 深入地了解到 人怎么样从一体的世界 录入到四分五裂的世界 第一遍学习心灵成长 事实本外 总觉得自己 证悟到了一体意识 随着心灵觉知的开发 之前是在麻痹自己 自己还是在角色层次 与自我层次 飘忽不定 如何让自己 一层一层的界线淡化掉 做到不再反弹 逐步提升上来 感恩郭老师 之前你还认为自己是解脱者 还在半年那个 我是解脱者 我已经来到解脱了 我来到一体意识了 人很容易自我催眠 就是这样 很多修行人都是错把之鉴 当正量 看了一些别人写的 什么样的境界意境怎么样 或是一些所谓的什么禅诗 诗歌的诗 禅诗或是一些公案 看看之后 就认为自己懂了 然后就认为自己 巴风吹不动了 就认为自己很厉害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人到后边 他会变成很狂傲 那都是装填的很多之鉴 处在微学日增的情况 是做学问 积累观念知识之鉴 但他的生命实质上 并没有真正的进化 成长 也就是跟要迈向真正与道合一 是两不相关 一个是头脑之间的积累 还是在强化自我 那你要来到与道合一的话 那是要来到淡化自我 淡化 淡化 到后边 自我沉浮于道 沉浮于大自然 所以后边 没有所谓的主与客 那是融为一体 所以如果一般人 你没有虚心深入学习的话 真的一般人 他不知道 他一直就是用自我在运作 生生世世 用自我在运作 在充斥 连提到要修行 也是一样 惯性用自我在修 让自我越来越厉害 然后修出自己境界怎么高 怎么厉害 后边又是要搞偶像崇拜 让别人追随 这个跟真正的开启智慧 迈向高等心灵 跟真正的所谓的解脱之路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急着往前冲 要好好的慢下来 好好的栽培自己 让自己真正能够虚心学习 学习到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智慧 让我们逐渐 让我们逐渐清楚了解宇宙的真相 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运转法则 你要清楚 客观清楚了解 你才会逐渐的 逐渐的 愿意回来 看到自己的问题 一般人 往往都是一直往前冲 不愿意面对自己 那对自己的问题呢 都是大而化之 大化小 或是 故意掩藏起来 不去看 不去探讨 认为自己没问题 总是 甚至满腔热忱的 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因为解决别人的问题 好像比较容易得到肯定 被肯定 掌声 或是名利 面对自己呢 往往要承认自己失败 承认自己错误 那变成是很痛苦 所以一般人 不容易面对自己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形成 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形成一种自我欺骗 它慢慢会形成一种惯性 所以 大家不要背那一句话 自我感觉良好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自我感觉良好 本来是要增强信心 但是要知道 这里面含有很多成分 是在自我催眠 自我欺骗 因为他的那个自我感觉 他那个感觉跟他真正的实相 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自我催眠 就比如说 你的实际的生命的分数 只有60分 但是那个自我感觉良好 把自己膨胀到90分 100分 或是99分 但是他实际的存在只有60分 那这样呢 这个很容易就形成自我催眠 然后去欺骗别人 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 我希望 回答他的问题 也是回馈给 线上线下的所有家人 我希望大家 真的我们要练习 不要欺骗我们自己 我们如实回来 面对我们自己 那你要如实回来 面对我们自己 这个要有魄力 要有勇气 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自己 脸黑 不敢承认自己 生成了毛病问题 这是要有魄力 你才能够敢勇于面对自己 你勇于面对自己 我们才能够针对自己 真正问题来一一化解 或是针对自己的弱点 缺点 我们加以检讨改进 对弱点 我们加以弥补 你才会来到 渐渐迈向所谓的真人 在这个世界 真正的真人 很少 你被我说 不是很容易吗 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在这个世界 真正的真人 很少 老子 庄子 他们是真正的真人 真实的人 我讲那个真人 这个名词 大家不要用你 现在理解的这样 我们不是真正的人吗 那个真跟你现在 所理解的真不一样 我讲那个真 就是因为一般人 或多或少 都会带着虚假 带着面具 像他刚才 像他刚才讲的 那个角色层次 那就是人 活在很虚假的 情况 心理学 要学习 但不是做学问 几个月前 我们讲过 重新再讲 道法自然 事是本无碍 这个就是 从用现代 心理学的角度 来解析 人是怎么样 从一体的世界 然后视野各方面 越来越缩小 缩小到后面 自己局限在一个 小小的 所谓的角色层次 就好像 我们本来是 可以海阔天空 任我们遨游 但是那个自我 他就是 聪明反背 聪明悟 到最后 把自己局限在 一个小小的 笼子里面 然后在那里 烦恼 愤怒 生气 有悲恼苦 但是要知道 那个都是自我 他越厉害 越聪明 到后面 自我反背 聪明悟 把自己的格局 人生 局限在一个 小小的世界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不知道说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所以至于 突破之道 也不知道 结果要找方法 突破 往往又是 又在强化自我 或是又是 自我催眠 像他刚才所讲的 觉得自己 已经来到一体世界了 但实相上 没有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要练习的 做真人 所以 为什么 我常常 一开始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大家要静下来 几分钟 如实面对我们自己 如实地去触及 我们真正的良心 静下来几分钟 这是帮助我们生命 能够有机会来 触及我们真正的良心 我们的心灵 然后让我们逐渐逐渐地唤醒 我们的良心 明觉开发出来 那是在唤醒我们神圣的良心 我们的良心 会告诉我们 要怎么做 我们的良心 是每个人真正最伟大的导师 来好好体会 每个人生命中 最伟大的大师导师 不是在外面 外面 有形有相 那些都只是助缘 真正最伟大的导师 是我们的良心 问题是 一般人 你用自我意识 在运作 你也不知道 那个自我 它不是你真正的良心 所以很容易自我欺骗 自我催眠 那如果你唤醒的是 真正的清净本心 明德 良心的话 你的良心会告诉你 我们要怎么做 因为你真正的良心 就是天地之道 道之心 张宰所讲的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那个心 天地立心 事实上 天地不需要我们去立什么心 但讲白话一点就是 我们要唤醒我们天地良心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来自于天地 来自于所谓的道 这生命的总源头 他给我们的 都是最清净的 清净的空气 清净的水 美丽的山河大地 道给我们的 也是一样 清净的心灵 但是一般人 大部分的人都把这个真正最优良 清净的良心本心把它埋没掉 用自我 用虚妄分别心 在生活 在思维 在运作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而这种用自我在运作 你后边 因为他很多观念之间 背道而词 但他不知道 那你背道而词 他就会 所谓的 自讨苦吃 自讨苦吃 所以为什么会形成后边的苦海无边 那是因为观念之间 背道而词 自己不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的静下来 面对自己 然后唤醒我们真正的良心 清净本心 这是一个人生命觉醒 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强调的 我们这个课程 那是生命觉醒的课程 如果你好好的珍惜 你这一星期 你所得到的 绝对远远超过 比你去赚几千万 几亿 几十亿 都更高的价值 因为生命 那是无价 好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个核心 OK 感恩郭老师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好 我是上一期的学员 我来自山东危害 我叫朱大利 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这个丽缘对境当中啊 跟这个人际关系 还有对碰当中 我感到我和其他的家人都还非常好 但是一遇到和我的先生丽缘对境的时候 我这个心就会起波澜 就会有赛心 我也知道每个来到我生命里的都是我的老师 他也是来帮助和成就我的 在反观给他这个利缘对境当中 我背后的一些情绪 还有看到他的一些运作的模式 我想请教郭老师 该如何去进化和提升自己的生命点 通过哪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用到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 更加的和谐 我家先生是东北人 他有点大男人主义 他可能会 他的那个字 我希望我能够去做一个小女人 但是我觉得 自从这几年休息中华文化以来 作为一个当代的这个中国公民 在尔利之年 感受到了这个一份使命和责任与担当 所以我可能做不到 像他想象的那个 但是我该如何去 更好地去平衡 请教郭老师给一指点感 你先生在做哪方面 他希望你怎么做 其实我跟他相识以来 你先生有来吗 没有 没有吗 对 暂时不在这里 好没有来 你可以畅谈 其实我跟他相识以来 就开始有这个 就走在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路上 也做了一年多的义工 他一直是流动性的陪伴着我 我到哪里去求到访学 他就跟着我到哪里 然后我的路费是他来工作 来扶持我的 只是说他觉得有一些方面 他觉得我们这样走是对的 有一些方面他的那个自我 小我就会出来 觉得家人不支持 然后觉得周边的这种各个方面 给他的反馈是负面的 他内心的那个习性会出来 然后他就会对我有一些 这个负面的一些反馈 我每次都会告诉自己 礼物 礼物要承载 要成长 要包容 要接纳 要忍耐 但是我还是会很赛心 就他的工作是变换性比较强的 城市性比较强 因为我这几年和他相识以来 我就在不同的城市去参学 访道 这样子 所以你看 你算是很好命的 能够到处去参学 到处去学习 他还支持你 这个你本身已经有相当大的福报 那你应该对他多做一些回馈 而不是变成 你就是只想走你的 做你的 还讲说他是大人人主义 他都这样这么的支持你 好了 你坐下吧 因为一般人 真的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夫妻相处 有摩擦 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是认为 对方有问题 对方不对 或是认为 你对我好 你是应该的 应该的 他对你有所要求 你怎么可以有主宰欲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好像别人对我们好 是应该的 那他对我们有所要求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主宰 你要尊重我 你要怎么样 你看 我们人那个自我 他往往往就是 要对我有利有益的 就是好的 那你想要主宰我 想要怎么样 那个自我 他觉得 我不想要这样 我就要反弹反抗 就认为别人不好 别人不对 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曾经在帮学员女儿主持婚礼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如果你要真正 你们要真正得到幸福的家庭 你要爱对方的全部 不是只爱你所要的 他的优点缺点 他对你 也就是你要爱他的全部 不是爱全部财产 不是那个财产 是他的生命 因为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优点缺点 现在谁敢举手说 他完全没有缺点 你我完全没有缺点 谁敢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 如果说要结尾夫妻 那就是要能够包容彼此的优点跟缺点 欣赏对方的优点 也要包容对方的缺点 你不能够只要你所要的 如果你要你所要的 那变成是自己自负 自己自私 那自己不知道 还来怪对方 哎呀 他是有东北人 那他那个大男人主义 我们在这边很多东北人 他未必 所以真的要回来反观我们自己 然后要学到智慧 学到柔 学到懂得感恩 他对你好不是应该的 我们要学会懂得感恩 那怎么样遇到有冲突 不同看法意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会去沟通 聆听对方的心声 尊重对方的看法意见 那如果可以做调整 你自己也认识去做调整 取得彼此都有共识的交集 交叉点 而不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对方提出的看法意见不一样 就认为对方要主宰 好 所以真的要夫妻相处知道 这是要去学习的 要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那因为你有结婚 所以你的人生必须涵盖另一半 所以这个就是要学会经营家庭 如果你没有学会经营家庭 那你变成只是活在 那个小我自我所要的世界 这个家庭他就会陆续酝酿 很多的冲突对立 后边到后边就是变成各走各的了 所以要学到柔的智慧 要学到懂得尊重感恩 记得 现在是跟大家勉励 因为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尤其夫妻很容易犯的毛病 或是就算不是夫妻 有那种心灵伴侣或是亲密关系 一般人很容易就认为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而这种应该的心一出来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 来要求对方 那对方展现出来的 不符合我们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会愤怒生气 但是对方对我们的好 我们很少说感恩 而是认为 那是应该的 所以把对方对我们的好 认为是应该的 那对方展现出来 未必对我们不好 但是只要不符合 我们的自我意识 我们就认为对方不对 对方不应该 这个就是 还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结尾夫妻 你要真正融入对方的内心世界 你要包容他 要尊重 你要学到智慧 让他也获益 让他也以你为荣 那你怎么样 能够来到不自私 然后渐渐地把你的 生意意智慧 发挥出来 让他感觉 你真的改变了 成长了 然后他愿意来大力支持 所以真的 这个是要学习的 家庭和谐之道 夫妻相处之道 如何经营家庭 真的是需要 虚心学习 绝对不是用自我强势 所能够做得到 用自我强势 没办法得到一个 真正幸福和谐的家庭 所以要学到智慧 OK 好的 答案 郭老师 曾经的郭老师 您好 我是FR7号学员 金小菊 我的问题是 在日常静坐中 如何做到放空 放松的同时 保持清醒觉知 而不是一放空放松 就陷入昏沉 昏昏欲睡 或者是一放空放松 就心愿一马 胡思乱想 请郭老师指教 主要是因为 精进力不够 精进力量不够 还在那里松懈 松散 懈怠 还有平常心没有真正好好的 用在认真学习 认真体会 还在那里善心 还在那里胡思乱想 还在那里要攀缘 或是跑过去跑未来 如果你真正好好的聚焦在当下 你的那种精进魄力决心出来 那你情况就会改善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自己 不要浪费生命 年纪也不小了 不能够再浪费生命 怎么样好好的栽培自己 让自己每天每个月都在成长 这种精进力破例 这是自己要唤醒自己 我之前讲课的时候也都有讲过 我从小学习什么 都是自动自发 自己自动自发的认真用功 学习 学习什么 不需要别人来叮咛我们 不需要别人来催促 所以都是自动自发 做功课 从小学生开始一样 做功课 从来都不需要别人来操心 不需要父母亲 哥哥姐姐他们操心 都不需要 都是自己自动自发 认真用功 学习 为什么 我不是要去攀比比赢别人 从来没有想说 我要把别人比下去 要比赢别人 我一定都要搬上第几名 要前几名 我没有那些心态 分数多少几名 那个都不重要 重点是在于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认真学习 我怎么样学到智慧 我怎么样好好地栽培自己 所以一些观念方向 自己要逐渐厘清 没有必要的攀缘 要尽量放下 但不是说变成自私自利 让封锁起来不是这样 而是你现在要体会到 你怎么样经营好你的人生 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安心快乐 怎么样把人际关系做好 多结善缘 众善因结善缘 那都是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经营自己的生命 一般人是糊里糊涂的 随坡逐流 一般人是糊里糊涂的 盲目往前冲 冲到后边 冲出一大堆的苦海 自己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讲的这个含义很深 大家要用心听 听了之后 然后练习着去调整 重点就是 好好地栽培自己 要有那种精进 魄力决心 OK 感恩郭老师 纯敬的郭老师 我是M12学员李彦 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您说是 道是话语万物吗 我想老虎狮子也是道话语出来的 但是被它吃的其他的小动物 也是道话语出来的 所以我就没太理解 就您后来说的天地不仁说道这个慈悲平等 我理解的是道还是很残酷的 因为你不了解生命实相 你只是站在你的一个自我角度 你认为狮子老虎好像很凶猛很残忍 但是人很不容易看到 人类的欲望欲贪 比狮子老虎猛兽更可怕 人类只是变成 好像我们这样比较文明 是吗 这个大自然 这个地球 如果把人类这个因素除掉 人类不要介入地球 不要介入大自然 这个地球它生态环境会怎么样 它会更好 越来越好 这个地球本来就有老虎 狮子 猛兽 但它们不会破坏生态 它们是在大自然里面 维持整个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系统 不要被西方的那个 弱肉强食的观念所误导 那真的是很片面的论断 老虎 狮子在这整个大自然里面 它们是维护生态的平衡 我之前有播放一个短片 美国的黄石公园 曾经很荒凉 因为那些原来的野生的野狼 被扑灭掉了 被扑杀掉 所以生态环境就大大的恶化 因为肉食性的动物被扑杀掉之后 草食性的动物迅猛地增长 这些草食性的动物 它们没有天敌 结果很快地把公园里面的草吃掉了 草吃掉 没有草了 在那个细的树也被吃掉了 粗的树木也逐渐被啃食掉了 后面就变成荒漠了 所以他们管理公园的人他们也很伤脑筋 想用很多人为的方法要去把那个黄石公园 非常荒凉的那一部分要把它修复 但是很不容易 后面就有人提出 我们如果再放一些野狼回去 看看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草食性的动物太多 结果 当然那地方也已经被啃食光了 成为荒漠了 所以后面就设法放一批野狼回去 结果这些野狼 它们是肉食性的 回归到公园之后 想象不到的 因为野狼它会抑制那些草食性的动物 所以很多草食性的动物 一个是量减少了 或是散开了 它的数量草食性动物减少之后 结果呢 荒凉的地方 草逐渐长起来了 草长起来之后 灌木也陆续的出来了 高大的桥木也陆续出来的 生态环境好之后 各种动物生态多样化 生态多样化 结果呢 各种的动物越来越丰盛 植物森林又恢复起来 森林越来越茂盛 所以河流 湖泽也都出来了 所以这里是让我们去看到 肉食性的动物 它们会吃掉部分的动物 但是它们却养活 富裕了更多的生命 这是大自然的奥妙 一般人很难看到这个完整性 所以只从片面去看 然后被那个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误导 结果呢 人类信奉达尔文那个弱肉强食 让人类比狮子猛兽都更可怕 狮子猛兽 它们不会破坏生态环境 它们只有维护生态环境 然后人类的欲望欲贪 不断的掌扬 表面上我们好像很文明 地球上什么比较最聪明的动物 最聪明的能够应用各种工具 还有什么各种文化 但是要知道 人类是这个地球上 最多问题的制造者 人类对这个地球扮演的是 破坏者的角色 那些狮子老虎猛兽 它们没有破坏生态 这就是人类要重新来认识 人类要重新再教育 所以不要用我们片面的观念去论断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而是要总体观来看 大自然的原先设计里面 大自然是拥有大智慧的 我三个月前就讲出这一系列的课程 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 真正最大的智慧是在大自然 孔子是希望我们向古今圣贤来看起学习 不错 我在从小成长的过程 也是一样 学会向古今圣贤看起学习 这些都是向某某人来学习 比如说我们向孔子 向孟子 向朱熹 张宅 向这些圣贤来看起学习 老庄却要我们 老子跟庄子却要我们 向谁学习 向大自然 向大自然学习 一般人说道法自然 这四个字很多人知道 会讲问题 怎么道法自然 一般人不知道 我们以前的老祖宗 他们在什么要传什么秘诀 给他的徒弟的时候 会告诉他 我传一本无字真经 无字天书给你 这是最高的经典 以前我们听过这个名词 但是无字天书 无字真经在哪里 是什么 一般人 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我读懂这个无字天书 读懂无字真经 才知道原来无字天书 无字真经 讲的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拥有最高的智慧 大自然拥有最高的科技 可是人类却看不懂它 所以一直以人为本去发展各种科技 而人类的智慧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人类发展出来的科技呢 就算在顶尖的科学家 他们对大自然的了解 也都只是片面的部分的 但是人类却要用各种科技 去取代大自然 所以导致各种技术 科技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它解决某些问题之后 它又会带出其他更多的问题 就像天气炎热 天气炎热 我们研发出冷气机 好 冷气机好像可以解决一些炎热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 这些冷气的使用 它消耗地球更多的能源 燃烧更多的能源 让地球的总体温度又提升 而整个地球的温室效应 不断地提升 提高 所以导致极端性的气候灾难 就一点比一点严重 好了 讲这些事 希望大家真的要重新来认识 最高的智慧 最高的科技在大自然 如果人类真的去读懂了它 我们就懂得顺天之道而为 顺天之道而为 就会风调雨顺 如果人类没有好好的去了解 大自然的大智慧 没有读懂 然后用人类自以为是的这个角色 然后不断地去发展各种所谓的工业科技 却伤害大自然 牺牲生态环境的话 这样人类会自取恶果 自取恶报 到后面灾难 无穷 那也是人类自己 盲目地冲冲出来的后果 所以这个就是英国霍金博士提到的 人类如果没有觉醒的话 人类会被自己的科技所毁灭 英国霍金博士向人类提出警告 他是被称为纪爱因斯坦之后 全世界很尊敬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他知道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弊病 所以他提到就是 如果人类没有重新再教育 人类会被自己的科技所毁灭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 这些有良心的科学家的逆而中言 人类要重新来认识大自然 重新客观地来认清大自然 了解地球原来是有机生命体 地球原来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地球大自然本身 它就有非常高的智慧 它本身它就能够形成自动的调控功能 如果让大自然的自动调控功能 恢复正常 那这个地球我们就会处在 所谓的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不是人类去操控 是大自然本身的机制 但是人类用各种技术去破坏生态环境之后 人类把这个大自然的自动调控的功能把它破坏了 破坏了之后才会形成极端的气候 极端气候就形成各种灾难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类要有责任心 要有使命感 我们要唤醒我们自己 然后协助更多人觉醒 懂得保护地球 懂得如何顺天之道而为 OK 最近的郭老师 我是那个F517号学员刘晓清 然后我今天听了您讲的那个重大疾病的康复心法 我觉得其实也很有启发 基于这个我有两个问题 因为可能这几年 就是我自己可能遇到了一些这样的疾病 以及家人的这样的一些疾病 所以我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就是当自己生病了之后 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这个很对 我觉得很真实 就是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等一下问题一个一个来 好的 昨天胡三老师也跟大家讲 疾病 那是天使来提醒我们 昨天他也提到 就像那个肿瘤 肿瘤 他来唤醒我们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点 我在写重大疾病康复心法里面 就有提到 我们是要重新 因为疾病它是个天使 它是来唤醒我们 我们有哪些观念之间心态错了 我们有哪些不好的习气习性 柔令糟蹈踏我们的身体 所以身体它才发出那个警报信号 所有知道 这个我们要重新认识 疾病本身不是坏 它是在警报 警告 告诉我们 我们要调整 我们要改善 就像癌细胞也是一样 来 大家好体会 癌细胞不是坏人 癌细胞不是坏人 每个人身体 不管你再怎么健康 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或多或少的 所谓的癌细胞 都有 但你一般人 你身心健康的话 这些癌细胞 它跟我们身体 它就是一个和谐共处 就像在这个地球上 本身就有很多 所谓的人类界定的病毒病菌 人类如果不去破坏生态环境 这些病菌 它们跟人类是和谐共处的 那些病毒 它可以跟蝙蝠和谐共处 所以要知道 癌细胞它本来 它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正常的一部分 但问题在于 如果我们一直虐待我们的身体 或是太多的负能量 经常愤怒生气 然后又是这样 喜欢勾心斗角 耳鱼我诈 你给自己身体很多的负能量 或是在那里 讲义气 然后喝 猛喝酒 凭什么 兄弟情 结果你又伤肝 经常酗酒 伤肝 熬夜 这个都是我们在蹂躏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它是 一头很忠实的 为我们当鸟当马 但是人 这个自我 它却是那么样的狂妄 狂傲 没有好好爱护它 然后蹂躏它 糟蹋它 或是用很多的负能量 在蹂躏自己的身体 积压久了之后 那身体它就自然出现疾病 你说癌症 高血压 糖尿病 或是种种免疫功能失调 形成的各种疾病 那都是我们流令我们的身体 所以要知道 这个就是中医治病 它是找出病因来化解 那西医的治病方式是 看到那个症状 症状出来 然后对症状去扑美 但是你根本原因 所以像胡三老师昨天也有讲 你那个心态观念没有调整 校正的话 你把肿瘤割了 它会继续长 因为你根本原因没有化解 它会继续 所以我们要了解 疾病本身不是问题 疾病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观念之间心态 哪里有问题 我们哪里错误的对待 蹂躏糟蹋蹋我们的身体 好 所以疾病是在提醒我们 要检讨改进 所以它是天使 你正确了解之后 你看我写到重大疾病 康复心法 就有提到 我们要先检讨 好 一方面感恩我们的肉体 感恩我们的疾病 它在提醒我们 我们虐待了身体 跟身体道歉 然后进一步我们去找出原因 找出原因在化解 然后回归 尽量回归跟天地的连接融合 吃健康的自然农法的食物 你很多重大疾病 它就可以逐渐康复 OK 谢谢老师 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本身本来的职业是医生 为什么我放下医生的工作不做 世俗的医生的工作不做 然后去做来做全人类的义工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疾病 它的病因病源是来自于人的心灵出现问题 人的心态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从这方面去着手的话 那治病只是在治标 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要练习着 我们解决问题 要深入到深层里面去找出那个原因出来 然后从根本来化解 疾病本身它只是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表征 所以它是一个症状 征兆 但它有它的原因 我们要深入到原因去化解 OK 谢谢老师 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想问在 就是如果有亲人遇到了重大疾病 以及即将去世 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这种亲人的死亡吧 然后以及在这种亲人死亡之前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去安抚到他的情绪 这分两种 一种比如说有不少人 他被医生检查出来 就是认为他得了癌症 然后第几期的 有的有经过治疗 有的没有经过治疗 但是医生就告诉他 或是告诉他的家人 这个大概只能够几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或是半年内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医生都会做这些宣告 这时候当事人往往他会很慌乱 很慌乱 如果你越慌乱 然后又烦恼到睡不着 好了 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更加快速恶化 有的人他本来没什么大问题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到大医院去检查 检查出有癌症之后 哇很快很快就烦恼 然后吃不下饭菜睡不着 结果很快没多久就憔悴下来 疾病就快速的恶化 所以这些都是跟心理因素有关 再来当一个人被检查出 有重大疾病 如果能够懂得用 所谓重大疾病康复心法来调理 懂得回归大自然 懂得就是借助天地的能量 还有吃健康的食物 心态的改变 往往这些所谓的被医生宣判 生命没多久的人 往往他们又奇迹式的恢复健康 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医生 来 大家要体会这一点 为什么我把医生工作放下 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这个医生 那只是一些雕虫小技 医术你再怎么高再怎么厉害 还是一样 只是雕虫小技的 真正最伟大的医生是大自然 所以我是介绍给大家 心灵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归到道 回归到大自然 如果有重大疾病 真正最厉害最伟大的医生是大自然 但是你要能够来到 了解他 信任他 你才能够借助到这一股力量 这样了解吗 好 OK 还有刚才你又讲说 如果那个亲人 如果他是真正 这个所谓的世间因缘道 要受众正寝 像这方面的话 我们不要在那里强拉扯 因为有些人 他本身生命要来到寿终正寝 但是家人的不舍 又一直把他送到医院里面 再去抢救 像这样的话 会带给当事人更多的痛苦 你本身好像是好心好意 但是你带给当事人 他会觉得 哎呀 我生没办法选择 连死都没办法选择 然后都变成这样的 被痛苦折磨 我现在讲的是正常 他要受众正寝的这种情况 我们是要给他营造一个 祥和和谐的气氛 氛围环境 关爱他 祝福他 但不要抓取 也不要强迫他怎么样 要尊重当事人 尊重当事人他的意愿 用慈悲祥和 大爱的心来陪伴 让他能够把 对他生命而言 是一个蛮重大挑战的阶段 能够好好地走 这是对他的回馈 OK 谢谢老师 还有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到 生命所谓的死亡 它不是真正的死亡 来 我现在讲这一点 第一遍第一次来听来学的 不容易体会到 生命所谓的死亡 它不是真正的死亡 它只是生命的蜕变 生命不会真正死亡 这含义很深 不了解的 希望我讲过的一些课程 大家要陆续下功夫去体会 你有一天来到了悟生命时下 你才能够真正很坦然地 面对人生 面对生命 生命没有真正的死亡 它只是变化 变化 所以我们正确理解之后 你会来到 我怎么样把每个阶段过好 我怎么样把每一天过好 我怎么样把这一起的生命 过得有意义 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把这些因缘都做好 就好像我们现在就好好的 松土耕耘播种 后面它自然就有很多甜美的果实 不是在那里焦虑忧郁 然后焦躁不安 不是那个 也不是在那里没有实际去做 然后就用某个法门要求生到他方 真的人要好好地醒过来 然后把我们每一天过好 当然你有智慧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 宇宙有宇宙的因果律 我现在种什么因 后面就得什么果 我将来要得到幸福快乐的果报 那我现在就好好地松土耕耘播种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负责 OK 好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好 我是苏彦的一名义工 我叫周军 我今天想请教您的问题是 因为在之前学习过程中 您讲过 有男女 性格里面也有阴柔和阳刚的一面 在这里面 我就是看到我自己的性格 虽然是个男人 性格里面有很多阴柔的部分 但是也看到自己有待提升和突破的地方 在书院里 就是说服务这一段时间几个月里 就是说性格里面 就是说有一些该提升的地方 该突破的地方 也看到了 也有一些突破 也有一些成长 就是说有些感受到 就是说那个阳刚那个部分 就是说好像还是有待于 就是说突破一下 感觉稍微有点卡 就是说请您指教一下 像这方面是应该怎么去突破和提升的 你终于有觉悟到这个问题了 昨天还是前天你好像有在广播什么嘛 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几位干部 我们大家听了之后 然后我就问他们 那你们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 当然我们知道是谁在播嘛 那他们就觉得 这个声音是男人在讲 但是带有一些 好 你就知道 这就是因为你以前 你可能一个是被溺爱 或是你成长的环境 接触的环境 女性多 所以导致你的行为 讲话 有些女性化 如果你觉得这样好 这样好 那你就继续嘛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 好 那你可以 因为我们书院里面很多 一样有男人也不少 我讲话的声音并不是广播级的 但是我讲话的声音 你也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怎么样让我们讲话的声音 你男人有男人的这个讲话的声音 如果女人讲话的声音很粗鲁 那你会觉得怪怪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去觉察到 然后怎么样用一些来参考学习 像我们一些学员 他们讲话会带有地方的腔调 有的 有些人他们讲话那个卷十二音 都特别重 我还跟有一位学员 他因为都带着很重的卷十二音 我跟他讲就是 你要练习的 像那些央视广播级的人 来学习那些发音 这个学员怎么讲呢 他说 他们都说我的发音非常标准 我说 对对对 很标准 因为讲话的这个腔调 这是后天学习的 当然我们跟什么样的环境 在什么环境下长大 这个是有关系 这是可以学习 可以调整改进的 所以你可以像央视的男主播的声音 一样可以参考人家是怎么讲 怎么发音 还有我们听课程 那一样你可以 这个是男人讲的声音 然后是怎么样 你一样可以参考学习 这也是生命的觉醒的一部分 好 顾老师您好 我是iF10的学员 田园园 我稍微有点紧张 我有两个问题 先问一个问题 好 那就是情感 我看见我自己 然后我以前的时候 就是就有点就是 对情感是害怕 然后觉得他会耽误我的 非生啊 非生 单独你的什么 开玩笑的 不是 不是不是 修行 修行 或者是工作 单独你的修行 对 但是好像现在就是 是不害怕了 但是现在又非常渴望 就是今天你那个片 我就想 我就想想当个驴 然后就 对 你有一个 今天讲课嘛 就是 有个驴跟你抱抱 亲一亲 对 就是我其实 我没听清楚你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是说我看见我非常渴望爱 对 不爱 需要不爱 不是 不是 就是我看见我对 就我以前是很排斥情感 就是觉得 他可能会耽误我修行 因为我可能比较执着 对修什么这一块 就会有错误的理解 对他 然后现在 长大了可能 长大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严肃一点 对 我是看见我的渴望 然后就 有点担心 就 就是对 谈恋爱这个事情 我发现 我还是 对他很害怕 但是我又很渴望 现在我看见这一块 对 然后 对 我是想问 就是关于情感 你是怎么看的 还有如何超越 这个渴望 或者是说 他很好的去 不会影响 其他方面 等等之类的 如果会影响 就 就不要了 对 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对 好 那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真的会影响 如果你这样的话 对会有影响 所以后边不用再谈了 要哭了 一定会有影响 没有一段来接场 我们有一位 就是比较早期在学的一位 算是干部 一位家人 他最初来学的时候 他那种破例决心 他说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不打解脱绝不中止 我如果没有解脱 我不结婚 他最初这样破例决心 要来学了一段期间之后 他说他觉得 没有结婚 没有找个一个对象来磨练的话 不容易解脱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我谈恋爱好像是 觉得更能够飞升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太顺利的话 一个人没有境界来磨练 那自己的毛病习气 不容易激发出来 不容易改进 所以找一个 那个旗鼓相当的来磨练 历练 然后让自己 可以早日觉醒 结果他后面就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 也有了小孩 后面才发现 真的境界很多 然后现在才发现 真的 当初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跟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那种观念不相符 那摩擦冲突 痛苦 得陆续 陆续的爆发出来 问题就是 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 这种情况 人真的很容易活在 那个自我催眠 或是逃避 或是心灵 还是属于 处在那种 弱小的情况 我没有鼓励 没有鼓励 年轻人 或是没有结婚的人 我没有鼓励 你们一定要去结婚 或是不要结婚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结婚不结婚 都各有利弊 都各有利弊 因为有些 你没有去经历过 人是很难得到真智慧 但是很多人 他是经历了婚姻的冲突 痛苦挫折失败 他也还是一样 不会回来反观检讨自己 哪里有问题 总是在怪外境怪别人 不然就是脱逃 脱逃 这个婚姻不理想 好 离婚 然后再换个伴侣 结果又是一样 没多久又是冲突痛苦 所以如果一个人 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那结婚不结婚 都是痛苦 没有学到智慧 你不结婚也痛苦 结婚也痛苦 如果你有学到智慧的话 不结婚你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结婚你也能够把它经营得很好 但是这是需要虚心学习的 所以现在不是你的感情结婚 不结婚的问题 而是你本身能不能好好的去学到智慧 而不是说 我现在感觉我有需要 我要去找个伴侣 而不是 我现在缺乏智慧 我怎么好好的学习 怎么好好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学会经营自己人生 如果要结婚的话 要进一步学会经营家庭 那是要先做这方面的功课 所以我们在学院里面 我们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在这边学习 两年内 就是因为我们有两年制的学习 不管你有参加两年制 或是没有参加两年制 来学院学习前面的两年 不要谈感情 不要谈感情 因为要专心深入学习 学到智慧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讲不谈感情 并不是说那都不能够有交朋友 不能够认识朋友 不是这样而是不要把时间精神生命 用在那个 蛤 什么 对 不要把时间生命分心在那里 要去找异性 因为你没有深入学习 你在这里学习的这么好的环境 结果你用很多时间去找异性 找伴侣 那这样的话 这样会很绰号 你的时间 你的生命 因为该学习智慧的时候 你没有下功夫学习 你分心的 后面 一样 问题会一大堆 所以我们这是鼓励我们的学员 大家要好好的 前面的两年要放下儿女情场 认真深入学习 你学会经营自己 学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如果要考量有感情 有家庭 那一样要有责任心 要学会怎么去经营家庭 不是盲目的冲动 先冷静下来 我觉得冷静好多年了 冷静好多年 问题是你还没有学到智慧 主要是我就圆满了 我也就不需要了 那就完了 如果你没有学到智慧 不管你找谁来跟你在一起 后面你是抓取 抓取 然后用世俗的那一种观念 在要求对方 后面就会冲突痛苦不断 好 先好好栽培自己 OK 那老师 我说 第二个问题 没有 先到这里 已经9点半了 已经想您 9点半了 完了 我又谈不了恋爱了 我就已经 就别谈恋爱了 对对对 好 先不要谈恋爱 真的 我们在这边 大家在这边希望好好的珍惜这里的 俗胜 因缘 环境 好好地栽培自己 好好地学到智慧 对自己的生命 人生负责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你才能够真正 你才能够真正懂得对别人负责 你才能够真正 渐渐渐地学会所谓的真爱 你懂得爱护自己 宅培自己 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回馈 相辅相成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从对自己生命负责做起 好 祝大家